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 在夏天的时候 像我们这种比较热带的地方的地区 这个青苔很多人都觉得是没有办法度像 因为现在是2021年的8月22日 大家看一下下午的光线看起来 这个青苔反而都是非常惨烈的 那有些青苔说实在的你种一种 你会觉得说这么丑 那别人就好像很税率很疗愈 那如果变成这样的话怎么办呢 其实这一盆一讲的话 在前一段时间我是真的觉得它已经丑到 我也很想把它丢掉 然后在左上角这边它自己长出来的 这个也不知道是 因为有时候在花室啊 或是阳台有很多不同的植物 它会互相的只有这些种子 或是这些鸟啊跑来跑去 就会新的这些物种跑出来 植物跑出来 那我在想就说像这个来讲的话 大家看一下 嗯 其实这个是灰台科 就是我们针对于就是说 上次我没有讲过 比较这个干燥已经有结晶状的这些 就是它的尾端呢把它剪掉就好了 修剪一下 那我们再 那我们再 因为这个当时候 里面我们是放了这个 椰鲜片 所以它这盆的保水度真的非常好 嗯 大家其实碰到的问题 像这个是灰台科的嘛 那灰台科的话 它的 它比较干枯的状态 就会像这样子 这尾端有这种结晶状 大家如果是说湿地台的话 尽量就不要用培养图 它会这种发臭啊 烂掉的那种状况 那你就可能就是 排水透气性要比较好一点 那这灰台科的我们 就是把它这个尾端呢 做一些修剪 我们来看一下过一阵子 它是不是能够再冒出 像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比较翠绿的状态 不是就是毛子把你的青苔丢掉 我知道很多高纬度国家的这些 网红有时候他们拍了一部片 然后把这个青苔呢 这样子随意的布置一下 好像很好 可是后续来讲的话 是不是能够存活呢 这个就未必了 如果在他们的国家 当然是OK的 那个纬度来讲的话 但是我后续没有追踪 其实是很难说 它内团青苔 变怎么样 如果按照他们有些方法 不见得是能够活的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后续它变成什么样的状况 那这个是2021年的这个 8月28日 就是隔了一周 然后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有比上个礼拜变得好一点呢 大家看一下这个它的这个尾端 其实在更前一段时间我还没有开始录的时候 它这是真的就是蛮惨烈的哦 就是说 大部分的状态呢 就会有点像 这种比较黑黄干枯的状态 虽然也是每天浇水 所以就说 经过这段时间 这个秋天来的话呢 青苔就会复活咯 那所以就是说 这个尾端呢 比较焦黄啊 结晶状的部分呢 就按照我们上个礼拜讲的方式呢 把它做一个修剪 然后呢 它呢 就可以渐渐的回复到它原来的状态咯 大家看一下 那就会有很多新长出来的青苔呢 会在你的盆子里面再度复活哦 不要急着把它们丢掉哦 它只是在休息 那这个走灯台呢 就比刚刚那个灰台科的呢 就更棒了哦 那它的整个就是 这种水嫩的状态 让我非常喜欢 大家看一下 然后这个尾端呢 还会 你看 这样长长哦 所以这个做青苔球 其实它蛮漂亮的 像个小破破的这样留下来 那这个是 大概哦 经过了 一年的时间哦 所以它这个在夏天呢 其实前段时间 嗯 呃 是没有 就是说干枯到像 刚刚 这一层哦 这个状态呢 但是它其实也是有些 也有一些焦黄的部分哦 水分充足 然后这个 因为这个走灯台 它是在比较就是一个小树丛下面 取得的哦 那所以这边来讲的话 它 这个 走灯台需要比较多的遮音 嗯 连包装旁边这个蕨类 嗯 都 都长得很茂盛 那当时候我们是 我是做了两 两个不同的 这个 位置 让它呢 可以分别种上不同的植物 那这边也是有一些 走灯台 非常的韧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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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呃 就是要珍惜你找到的这个青苔 因为就是说像我们在住家附近呢 那不见得有这么多的这个青苔的品种 让你来 来取得 但是我们 就是 一年四季都要把我们的青苔顾好 这样的话你才可以欣赏到你水嫩的青苔哦 好 那这个我们上次拯救了这个青苔球呢 它是也渐渐的这个就是恢复它的元气哦 我们当然就是看它身上有时候 嗯 会有一些小草 哦 你就是务必要把它除掉啊 这个应该是 小叶冷水嘛 哦 他们是无处不在啊 就是 如果你要好好的种一盆小叶冷水嘛 其实也不错啦 但是它这个就是 它会 背到这个 任何你的这个青苔的表面哦 它就会在那边慢慢的生长哦 所以就说你有看到的话 一定要把这个不知名的这些小草把它除去哦 这个 这个目前这个台面也非常的棒 那曾经有两位这个朋友问过就说 呃 如果他真的不想去挖青苔找青苔买青苔呢 青苔会不会自己从 就说 盆子里面冒出来哦 其实如果就是如果你有种一些花草植物的话 我觉得如果你有青苔水分够多的话 当然是会 有一些青苔会自己长出来的哦 这是假设性的问题 那就是够潮湿的哈 应该是难免会有青苔那 那像这个来讲的话 本来我我以为是它是车前草哦 是在我另外一个青苔战士盆里面 然后它就慢慢的就是生长出来的这个小草哦 我要再查一下 然后它本来这个也是有这个小花哦 是种精的 觉得还蛮漂亮的 我就把它移到这盆来 你看它这个 这个还有开的小花哦 所以有时候我们这个围景观 它是一个相对的问题哦 如果就说你要就是搭配青苔的话 那你物种本身来讲的话 它也是要比较小它才能够match嘛 才会有那个那个围景观的效果产生哦 那这个大家来看一下 那这个就是也是灰苔科的哦 那保水度非常的够 下面是放了这个赤芋土 那本来这边是大家记得有一块石头 然后这个青苔呢就要爬到这个石头上面了 然后看一下这个这个这个小草的花 就挺漂亮的哦 那它这个也有些秋天到了嘛 就是有些包子体呢就产生了哦 跟这个小花呢有点点相灰 所以我们就是把它移盆算是还算蛮成功的哦 有时候小草也是这样 小草有时候你没有把它的根系的移植好 它也是很容易死掉的哦 所以我们这个就算移植的还蛮成功的哦 那谢谢很多新朋友的加入 还有一些相关的问题 那现在秋天到了哦 不管是你夏天的有一些青苔有什么状况呢 秋天是刚好一个非常好的季节 然后前阵子因为也有一些大雨嘛 所以我其实最近呢 比较没有到户外去看这个青苔哦 这楼下下面这个树下的灰苔科 倒是还是蛮漂亮的哦 那更远的地方就比较没有去探绕哦 看到社团里面大家拍的那些山里面的青苔 在那是蛮漂亮的 但是山里面的青苔呢 就是在山里面 它是没有办法在平地存活的哦 而且它那个青苔本身的那个体积也比较庞大哦 说实在你要做围景观的话 就是还是你住家附近的这种青苔 是最适合的哦 好 那不要忘了点赞订阅跟赞想给你的朋友哦 OK 大家来种青苔吧 那么冷� 把这种 cench都放进去 哪里面呀 IDEN metric 只要是 可能会将185件全我们找完 不管今年